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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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GinGin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這台是 2015年出廠 2016年試樣的 奧迪A3 Sportback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 這台A3 Sportback 外型輪廓比前幾代車型 更加的粗重 簡約俐落的線條 吸引不少年金族群的目光 那這一代A3 更得過2014年 世界風雲車大賞 獲得來自全球 22個國家汽車專業媒體的肯定 這個獎項 也象徵著奧迪品牌百年造車工藝的卓越成就 首先我們看到 車頭的部分 採用了大面積的六角鈍型水箱護照 護照外圓使用了鍍鉻材質 與四環式長灰相呼應 視覺效果十足 再來是被灌以燈場最厲害的部分 大燈採用氣型設計 線條非常銳利有神 使用的光源為HID 日行燈的部分也整合在總層裡面 然後官方名稱為 極限LED視邊燈 線條走線相當特別 極具科技時尚感 保管下方的兩側進氣壩 中央呢有鍍鉻盆灌合的飾條 飾條上方配有線條的霧燈 照明功能相當的齊全 保管本身已設計為前產式的造型 整體風格非常的運動化 接著看到車側 車身整體輪廓相當具有 跑車化的格調 最上方可以看到車頂中有 兩組銀色的行李支架 讓單調的車頂增加 不少豪華運動感 從大燈一路貫穿到 尾燈的板件折線 使車身線條更加淋漓有形 另外對比同等級 比賓市的A-Class與B&W的E系 它使用了更多鋁合金板件 因此車重比較輕一些 為1225公斤 輪胎使用了2055R16的尺寸 再來我們看到車尾的部分 車尾飽滿的輪廓中 加上幾道俐落的線條 讓這台車更加的外型出眾 位於車尾的小型老流尾翼 為這台A3跑格化外觀 添加了更加穩定的高速行車動態 是一組兼具外觀 及實用性的套件喔 尾燈的部分呢 也與大燈的造型相互應 並且使用了同樣精緻的設計 採用的是LED帶狀燈組 夜晚的辨識度相當高 遺人的燈帶線條 真的是夜晚的一道風景 排氣管尾管的部分 採用了單邊雙出的設計 營造出不少跑格化的氣息 接著打開行李箱 行李箱空間在標準配置下 具有著380公升的容量 而若是將後座椅背平放 則是可以將行李箱載運空間 一舉提升到1220公升之譜 相較於同級車而言 亦是有著不錯的表現 行李箱方面也具有地板下降功能 可在不調整後座椅背的情況下 提供更大的行李載運空間 而且在行李箱內 也可以找到12V電源的配置 右側收納空間 打開可以看到補胎計 擊打氣機 位於行李箱的掛鉤 則是額外的配置便利機能 僅是三腳架 則收納在行李箱蓋的收納空間裡面 這樣精緻的收納設計 讓整個行李箱的空間 相當的簡潔乾淨 底板上先可以看到 重低音的音箱 豪華配置應有盡有 這一台A3S Braille Bag 不只在外觀設計方面 有著粗壯的樣貌 在內裝質感方面 也有著更多細膩質感的呈現 採用了大量的軟質材料 觸感相當舒適 方向盤為四幅式設計 用料同樣非常講究 整組方向盤為真皮包覆 搭配鋁合金釋條 裝飾點綴 質感相當的不錯 這具方向盤上還配置了 方向盤換檔撥片 車載系統 藍雅通訊系統等 快捷控制鍵面 左後方除了一般的方向燈撥感外 下方也配置有 定速巡航撥感 右後方為雨刷撥感 並配置自動感應式雨刷 可惜的是後檔的雨刷 還是需要手動控制 整體操控上 具有相當不錯的便利性 儀錶板方面 則採用了雙環式的設計 左環除了顯示轉速之外 右下方還整合顯示了水溫 右環同樣除了顯示車速 右下缺角也整合了油表 非常有巧思的簡約設計 中央集成了一組彩色DIS駕駛資訊顯示系統 介面採用黑底白字的對比色顯示方式 來強化閱讀機能 不會有過多的色彩 出現導致閱讀疲勞 整組儀表充分展現了奧迪簡約的細膩質感 左下方則是光感應照明系統 與儀表板灰度調整部分 一樣是具有自動感應的頭端功能 內裝飾板方面 則是採用了具有3D視覺效果的 Altis 400 有著晶瑩剔透 以及編織格紋的質感呈現 精緻度又因此提升了不少 這台車配備上賣點之一 就是這組具有中文化的MMI多媒體操控系統 5.8吋MMI車載系統螢幕 則是採用了隱藏式的電動折收設計 而且螢幕厚度只有11mm 就算是在開啟的狀態下 也一點都不感到突兀喔 除了安座部分 配置著MMI系統的實體控制介面 也可以直接觸控螢幕來控制系統 操作起來更加直覺快速 另外在空調出風口的方面 外圈的銀色轉盤 除了用來強化質感的呈現外 也可以用來控制空調出風口的開關狀態 這一排按鈕分別是 代數起停開關、警示燈開關、ESC電子穩定系統 以及螢幕收折開關 下方為雙區橫彎空調控制介面 旋鈕阻尼及按鍵質感都非常的好喔 接著看到安座的部分 前方為活動式置杯空間 附有一個杯狀的煙灰缸 帶子使用金屬材質 並有著四環式敞灰 此處也配置了一組12V電源 排檔桿為真皮球狀造型 上面還標有著Astronic的字樣 擋把為鍍鉻材質 整體造型相當運動化 右側的這個小旋鈕為音量及音響的開關旋鈕 然後就是新版的MMI控制鍵 將主選單電話收音機以及媒體等四大常用功能 規劃了實體的切換介面 操作起來也更加快速 這個P為電子式駐車開關 也就是以前說的手煞車 按下去等於放開手煞車 摳起來則是拉上手煞車 操作相當的直覺 旁邊的A則是自動注車的開關 座椅材質的設定方面呢 則是採用了高級製布與透氣皮的雙材質設計 在提供乘坐舒適度前提之下 亦有著不錯的防滑效果 三則主座椅並不特別強調座椅的包覆性能 加上又為寬椅面的設計 所以當進行較激烈的駕駛方式時 會有包覆性不足的問題 大家同時也可以看到這台車的座椅 都維持得相當不錯喔 只是有些許的使用痕跡 內裝整體來說是相當的不錯 由於這台A3 Sportback 30 TFSI為入門款 所以只有雙前座腰靠為電動式的 其餘的方向調整都是用手動的方式 對於一台新車要價140萬的車輛來說 這樣的配置略顯不足喔 相較於旗背的主動安全輔助系統 這台A3也搭載了雙前座SRS氣囊 雙前座側氣囊 車側頭部氣囊 以及駕駛座西部氣囊等7具防護氣囊 在車上成員的被動安全防護方面 可以說是相當的齊全 手套箱的空間雖然不算大 但其另具有比價等相關收納機能 而SD讀卡機與西路式CD插槽也都位於手套箱內 隔魚卓距超過2.6公尺 因此在後座空間的方面表現得倒是還不錯 以我的身高163公分 我的腿部空間也還有兩拳半的距離 頭部空間也有兩拳的距離 空間還算是非常的足夠 關於安座後部的空調出方口 也有著12V電源的配置可供後座成員使用 稱呼駕駛座及雙後座都配置了ISOFACE 額頭安全座椅固定裝置 亦能迎合家庭用車需求 本車採用的是直列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排氣量雖然是同機車中最小的1395cc 但這顆代號EA211的1.4T引擎 也能輸出122匹最大馬力與20.4公斤米峰值扭力 搭配Axtronic 7速自首排 可在9.3秒完成0-100的加速 這樣的表現應該也是得益於奧迪的輕量化科技優勢 車身重量足足比上一代車型減少了85公斤 也因為這些技術的加持 這台車的經濟性是同級車中最強 平均油耗達到17.8 市區油耗14.57 高速來到20.46 是不是非常的經濟實惠 我們等等會在前面這座橋上做這台奧迪A3的加速測試 官方數據為9.3秒左右 到底它的加速表現如何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準備好了嗎 3 2 1 加速 那我們測速的結果是10.19秒 與官方測速的只有差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表現還不錯吧 那我們現在要來去做油耗測試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加油 開車看後方來測 對 我有看 第二天 宿舍 做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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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加好油了 我們加了46.48公升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去我們的油耗測試 我們會開到陽眉高速 然後再回來 差不多是100公里左右 那我們現在的是95,490公里里程數 好 那我們出發囉 我覺得它油耗踩下去 反應都真實 跟你自己平常開的車 我平常開的會混沌 可是踩下去會增盾一點 不知道我說的是哪一種感覺 這台車反應好嗎 大壓力其實我覺得踩下去 這台車跟你的大壓比的話 馬力是比較大一點點 我還要換方向盤 我覺得這個觸感很好 方向盤全真皮的 對啊 那車裡面的聲音 就是噪音呢 相比起來 隔音效果 一般 對它還是不錯 還可以 隔音效果 一般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楊梅了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回程 然後我們開了 54.1公里 54.3公里 嗯 好 好啦 那我們現在回來啦 那我們剛剛加的油呢 是5.3公升 那我們總共跑了 107.1公里 這跟官方顯示的數據 是差不多的 1公升 跑20公里左右 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表現是 相當的不錯的 好 那這些資訊呢 光給大家參考喔 目前這台2016年試樣的奧迪A30 Pro Bag 實車里程為9萬多一些 平均一年跑快2萬 跑得稍微有一點點多 不過它的內裝外觀以及車況都相當的良好 因此我們的價格也是一樣都會定在一個非常合理的範圍供您參考囉 新車當時的定價為144萬 現在我們店內售價僅僅只要72.8萬 網路購車加碼優惠再折扣3萬 只需要69.8萬就可以把它開回家喔 不到一半的價格是不是很心動 另外本公司現在有三大優惠活動 線上刷卡下訂 可想定經5000元折抵車價1萬 平3000元振興券下訂可折抵車價1萬元 購車想半年免費保固 包含了引擎、變速箱以及方向機本體 對這台奧迪A3有興趣的朋友們 快點來預約賞車 這種搶手貨真的是先搶先贏錯過了就沒有囉 監運汽車的賞車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區 立賢路61號 服務專線是0917-435-209 我們會有專業的銷售夥伴你介紹 以及提供免訂金的試駕喔 如果喜歡直直影片的話 也請記得幫我們在影片下方按讚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獲得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想知道不同廠牌、車型、年份的二手車收購價嗎? 右上角有i的符號 點擊即可連到我們AutoStar的線上估價網站 網站留言或私訊我們的LINE官方帳號 我們會盡快回覆你的訊息 另外捷運汽車現在也在徵求想要估價賣車的朋友 我們除了提供線上車價諮詢 也提供免費道府鑑定、收購等各項中股車買賣服務 我們會用最高的價格與您收購 並且以最快的速度付款及過戶喔 快來估車吧! 可以見到旁邊邊